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个开发环境 第一个请各位先确定一下 第一个就是JDK 那一般当然你把它安装上去到你电脑 那当然就会有JDK 那我怎么知道说 我这个电脑到底之前有没有安装过 比如说呢 我如果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安装 教过一个方法 你先看一下C叠底下 因为我之前有跟那个 这边的工作人员讲说 我上课需要用到的就是 最少就是JDK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JDK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Poken File C叠底下的Poken File 里面有个Java资料夹 如果你打开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你这个路径底下 有看到JDK 1.7的任何版本的编号的话 那表示说你这个环境已经有JDK了 已经有JDK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才需要安装 那比如说我这边已经有安装过了 因为上礼拜网友已经有安装过 所以呢 我今天这个地方就可以考虑不要安装了 那因为这个版本的话已经有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装这个JD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把Eclipse 把它怎么样解出来 把它解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环境 解压缩自此就可以了 应该我们电脑都有装那个7Z ZIP这个软体 那或者是你解压说档案好了 比如说我解压说到到哪里 到低叠根目录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 我电脑低叠OK 那把它整个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Eclipse 网络当下来到180几Mb 把它解出来 那解出来我印象中 大概也差不多300多Mb 那这两个Eclipse加JDK 这两个就已经可以开发 以前我们在开发Java 这两个就可以开发Java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是写Java的工程师的话 其实到这边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呢 如果说你要在开发Android的话 就必须把上面这两个也挂上去 这个有没有 ADD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Pri-In Pri-In就是一般大陆叫什么 插件啊 或者什么 外挂 或者叫外挂 台湾叫外挂 大陆那边叫什么插件之类的 那反正就是Pri-In就对了 那这个Pri-In 你要能够加进ADD之后呢 Eclipse才可以开发 这个Android的这个专案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没有装上面这两个 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发Java了 OK 那开发Java我想 因为好像我们上个礼拜的问卷里面 很多同学对Java 好像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对Java其实是不熟悉的 所以我干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Eclipse 里面怎么开发Java 可以开发Java之后的话呢 再来教各位怎么样把Java的程式再转换为Android的这个程式 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其实两个是相通的 那Google之所以厉害的地方 它看准全世界最多工程师几乎就是Java 好 好 好